而在绕境队伍中 妈祖神教都是殿后 打前锋的一定是Bovea 豹马仔就是探子马 获则勘察前面路况 同时敲锣提前通知信众 准备设箱案迎妈祖 由于豹马仔必须依照传统 全程走完312.5公里 同时左脚穿长鞋 右脚卷起裤管打赤脚 依赖有脚踏实地的寒意 二来传达早年信徒们 翻山涉水 绕境竞商的艰辛历程 所以担任Bovea的义骑山 为了完成任务 他平常就打赤脚走博游路 就算外出从事游戚工作也一样 毕竟在绕境队伍当前锋 本来就是一个神圣的任务 看到他就看到希望 因为Bovea来啊 便安息到 令安息到 令安息到 起码炮响了三门 队伍正式开拔出发 镇兰宫现场聚集了数十万人 电视机前更有数百万人同步收看 大家一起用虔诚的心 护送大奖妈祖出城 这样的场面跟五十几年前 第一次扛轿出城 在台湾本岛绕境三十多人相比 有天壤之别 一来妈祖的影响位迅速扩增 二来是妈祖绕境新乡活动 已经被视为台湾意象之一 软软 秀琪阿嬤从黑夜走到白天 再往前两公里 另一组秀琪队正等着接他们的班 秀琪阿嬤说 以前都是一队走完全程 如今报名参加的人太多 近三百人 所以分成两队轮替 也不止秀琪队如此 其他的阵头也一样 大家轮番走路 时代虽然进步 让不走路改达车子进香的信徒增多 不过依照传统 走路绕境的人数却是年年增加 三五成群 背着进香旗 顶着风吹日晒 一步一脚印的信众 形成一条长龙 他们不仅成了沿途特殊的景观 也成了当地居民热情招待的对象 为了服务这些赶路的乡客 沿途招待都是非常激动 而且有效率 路旁有人主动递过来 吃的喝的 每到一个定点 都有热腾腾的饭菜等候 想休息的时候 洗澡有热水 睡觉的地方 有人铺好草席 一路走来 是农工商 男女老幼 不管平常多么冷漠 多爱计较的人 在妈祖的面前 大家都会自然流露出一股真诚跟善良 就是这一股真诚跟善良 让数十万人在绕境路上 都成了一家人 这人是说这比较高 但是我们这里 没有大家 没有这个时尚 都会被休息 完全都来这里做一家 来当村庄 让大家来吃 没干涉麻烦 但是麻烦不要紧 最重要 他这个准备 就是说 转下去让大家吃得到的 麻烦不要紧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让大家不懂得到 我们的观察是这样 给人家方便 我们自己麻烦一点没关系 国圣里民用这种体谅的心胸 包出了令人赞不绝口的春卷 不过包春卷 人手真的要够多才行 两年前 国圣里就因为凑不起人手 结果那一年 在众多素材中 独缺春卷 没想到来到国圣里 吃春卷的有心人还真多 吃不到春卷 大家失望之情 异于言表 一年后 再来到他们家 说 请教你们的春卷 在做 我今年没做 我没了 我少一年了 今年没吃到春卷 结果他们就 后来就 年年做春卷 就这样 因为回响热烈 国圣里 从善如流 隔年不仅 恢复包春卷 还数量加倍 绕进进香活动的历史中 像春卷这种有创意 要受大家喜爱的服务 都会被自动保留下来 就如同沐浴车 洗衣车 凤茶车 文子电影院车 睡觉的通铺车等等 都是如此 当创新成了传统 传统本身也就有了创新 绕进进香 能够从一个地区性的活动 成为如今世界三大宗教活动之一 也就是因为不断地将创新 融入传统 让传统的文化内涵 能够有心更有心 也就是因为不断地将其他人 来说 有心理的文化 能够禁止 让他们在学生 这样子 可以接受到 祖师 这都要 这都是 这都要 那都要 这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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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